大家好 我由衷地感謝歷臨現場 所有的展觀貴賓 能夠播空來參加這次 意識之美的司法開幕 感謝指辦單位中天美食館 世界多元文化意識協會的邀請 更要感謝中天市 支持結善法師的莊嚴的美食館 及好友邱苑會長的協志 才能圓滿完成今天的展覽及開幕 意思我是秉持的靜靜靜靜的精神的理念 而創作吃 今天所看到的水彩水墨 以及水彩的作品 台灣的水彩的畫作 我是以色調跟水分的留白為重要 透明的水彩的計畫及用色 稱得上難度 難度的較高的創作 在水分的顏色控制 除了要有感性的筆觸外 還要吸取西方的薪資的技巧 以及融合東方的軒染 而產生難以可貴的色調 在畫面的每一個角落 奔幻出力量跟生命的畫作 而水墨中的創作是以境界為重要 而是取自以水墨大師的棋白石的計畫 用墨用色 以及線條的揮灑而創作出來的簡單的 有生命的作品 那書法是一種漢字的書寫書 擁有歷史的幾千人的價值 既有形的圖形的燦爛 以及無聲既有音樂的和諧 而書法的作品是取自以中國的古文 古經文以及毛宮鼎 閃視盤 還有我們的漢力及古巢 結構而成的 那就藉由這些的線條的筆觸 來行筆 甘肅 龍旦 快慢 而以形 血神 以形 傳神 來表現美一幅的司法作品 那希望 這次的展覽能夠 帶來給大家的意識想像 提升美的心靈充實生活 也讓意識走入生活中 最後我祝大家 萬事如意平安喜樂